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几天后 大唐终于迎来了第二次阅兵 阅兵 就位 分裂式 开始 先要 唐 随着慷慨激昂的歌声 瞬间将嬴政 曹操和刘备等人阵主 这 这才是我大下之神兵啊 此党军队 真的是人间的军队吗 说他们是天兵天将 也不为过呀 二货 那刘邦凭借着落后的火器 都能与我大秦最精锐的士兵抗衡 你的这些军队 要是投入到战场上 岂不是可扫当世间一切万物 郑哥 过奖过奖 不过当今世上 我大唐确实已立足于世界顶点 可以说 只要我想称霸世界 只需要一句话的功夫 不过啊 不过什么 要是真统治了世界 政务都忙不过来了 哪还有时间享乐 妾 对了 二货 既然你不缺火器 那能不能给我弄几千条AK 等寡人回到大秦 也把匈奴打下来 区区小事 当然没问题了 别说AT 就算是火箭铜迫击炮 郑哥想要 都可以随便拿 苏晨拉过里二 老李 你倒是大方 有没有想过 以郑哥的雄徒野心 一旦得到热武器的技术 恐怕整个地球的国家 都得输同文车同轨 你的大唐还能不能出现 都不一定 这个嘛 嘿嘿 贤弟 到时候我想个办法 糊弄糊弄不就过去了吗 再说了 大秦还处于青铜器时代 就算咱们给他枪 他也不可能仿造的出来 是是是 反正到时候 他如果再要 我可不给 二旦 下面这是什么 曹操看着 底下的几十辆坦克 和几辆东风火箭弹发射车 瞬间猛了 这可都是一个个的大铁疙瘩 帅 太帅了 二旦 坦克我见你开过 可那个巨无霸到底是何物 联想到你的热武器 这东西看着真甚的慌 曹贼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叫东风 可决战于千里 在你还没看到敌方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团灭了 切 格亮 就算你上文天之下之地里 可苏先生这种神物 岂是你能知道的 恐某不才 曾经有幸借过一次此物 我想起来了 赤壁之战 原来是这玩意倒的鬼 就在这时 天空传来一阵阵风鸣 一架架直升机 从空中纷纷掠 我丢 原来你们有这么多直升机 哈哈 说到直升机 那等阅兵结束 就带你们到天上 好好参观 参观我大唐江山 阅兵结束后 狄二立马安排了一个参观飞艇 不愧是有苏先生 这等大才的时代 如此庞然大物 竟然还可以飞天 不知是何原理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同气体的轻重原理 哦 原来如此 嘿嘿 说起来 最先将这个原理应用的 还是孔明自己发明的孔明灯 格亮啊 先别研究了 赶紧上去吧 很快 一众各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在苏晨李二的带领下 乘坐着热气球 在高空参观者大唐延明的军迹 还有长安各个街道的车水马门 以及蒸汽绿皮火车 那一劫一劫冒着气的车 跑得也太快了 那么多个车厢 能装多少士兵啊 嘿嘿 大唐的人气真不错 嘖嘖嘖 囤大腰圆 不输江东二桥 主公 亮身思熟吕 想到一计 如果我们利用这飞艇的原理 制造出小型飞艇 装载火油头制径曹营 再用火箭点燃 岂不是可以重创曹贼 哦 对啊 有了亮你制造的诸葛神弩 再远距离的火油 咱们都能射中 操贼必败 喂喂 我人还在这儿呢 你们就商量着怎么打我 你们礼貌吗 你当我没说 你赶紧把这事忘了 其他人都在参观景色 只有这两个实干家 还在想着试验 各位大佬 咱们飞到我老爹新建的农场上空了 正好 我老爹新引进了一批奶牛 我们就在这里降落 请大家喝新鲜的牛奶 哦 新鲜牛奶 好啊好啊 那就在这里歇歇脚吧 很快 众人就降落 来到了牛棚 老成这农场的规模 真是越见越大了 之前只有养猪场 现在牛羊都有了 哈哈 我老爹说 他也该到退休的年龄了 但不想做毛坑里的石头 还想继续为大唐发光发热 想让咱们大唐人 能喝上自己产的牛乳了 朕的这些老伙计中 就属老成最爱下折腾 不过 这牛为什么一黑一白 有两种花色 是啊 孔明 你学识渊博 有没有见过这种牛 主公 我猜测 这绝对是黑牛和白牛杂交出来的 黑白牛 这叫奶牛 专门产奶的 各位大佬 我去给你们挤一点 加热一下 你们先尝尝 片刻后 众人纷纷喝上了牛奶 嗯 不错不错 这牛奶确实不错 那当然了 陛下 不过 如果你们还想喝 你们就学我刚才的样子挤 我得先去检查检查草料了 嗯 你去忙吧 好 那我就自己来挤 就选这头牛好了 这头牛最壮实 嗯 我来蒙住牛的眼睛 草贼 你快点挤 知道了 草贼 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催什么催呀 这不正挤呢吗 奇怪 都是一样的挤法 我怎么就挤不出来呢 哦 出来了 哈哈 可惜量不多 走 去加热一下 咱哥俩分了他 片刻后 成猪末刚好回来 各位 这牛乳怎么样 是不是停不下来 这是什么牛奶 又苦又涩 真难喝 不应该啊 我就是按照 触摸小兄弟教的方法起的 怎么口感完全天差地别 怎么可能 难道我爹的牛生病了 陛下 曹老板 你们挤得哪头牛 话办 二人就指向了一头健壮的牛 呃 陛下 曹老板 这 怎么了触摸 这是公牛 什么 公牛 那我 草贼 我与你势不两立 比 hem 要 诶 史 写 下去 一个 一个 哈哈哈哈